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为了追求喜欢的女生呢 你们去学了动人的情话和撩妹的套路 结果只换了对方的一句 明明我这么认真学习了这么久 对女生也特别的照顾关爱 他们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难道他对谈恋爱没有兴趣呢 不是他们不想谈恋爱 只不过是你追求过程出了很大的问题 简单收藏 看完这期视频 在高冷的之旅也可以爱上你 乐兄弟呢他跟我说 初二我上个月在车展上认识一个女生 加了他的微信 之后呢我们每天都聊天 我受伤了他还主动关心我 我很开心 但他有时候呢又说我有点油腻 我不想让他有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前天精心准备了99朵玫瑰 和塞满后备箱的礼物 在他公司楼下给了他一个惊喜告白 周围的人都说好感动 结果他看到了 头一不回就走了 回家就把我删了 我加了好久 好不容易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这次我不敢随便聊了 请你除了出马帮我看看 那就先来看一下兄弟和女生 表白之前的聊天记录吧 大兄弟说 昨天打球受伤了 女生回了 啊痛吗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时候呢 女生他是关心大兄弟的 那好感度应该是不低才对 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痛呀 因为你在我心里 心都被你治愈了 女生回了四个字 油嘴滑舌 男生说 不 对很多人这样说是油嘴滑舌 只对你这样说 这叫有情有调 看得出来啊 大兄弟学了不少聊天套路 但女生已经明确表示 自己不喜欢这样 兄弟呢 却没有理解到 女生回 不和你说了 我去洗衣服了 女生呢 开始去逃避 想结束话题 但兄弟他没有看出来 他以为女生 真的是要去洗衣服 还在用自己学的套路 去撩女生 给你洗衣服 一定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到这里啊 女生他就没有回了 一直到晚上 兄弟发了一条消息 晚安 明天给你一个惊喜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第二天呢 就是开头了 兄弟到楼下呢 蹲女生啊 女生和同事 一起下楼的时候 直接上去表白 女生直接拒绝 回去呢 说了一句 我们不合适 就把兄弟删了 土味情话呢 应该用在两个人 去增进感情的时候 让气氛爱慰起来 如果说两个人 还限于前妻的交谈了解 过多的土味情话 只会让你听不懂 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兄弟呢 自以为这些话 能够吸引女生 甚至在女生 还没有确定吸引之前 跑到女生 公司楼下去表白 女生并不会觉得浪漫 只会觉得很尴尬 那么结果就 可巧而知了 女生现在对兄弟的印象呢 已经坏到了极点 就算兄弟 加回了女生 难度依然是非常高的 想要再次和女生 开启聊天 那我们的开场白 就尤为重要了 让兄弟给女生发 是不是到了 应该行买释放的时间了 女生同意兄弟的 好友申请 那要么就是在等解释 要么就是很烦 兄弟的骚扰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 女生都可能不会回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让女生有情绪 让她好奇我们在说什么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我们就继续说 小黑屋关了这么多天 可以给我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吗 我保证不乱说话了 因为前面啊 已经被女生删过一次了 就说明她确实非常生气 所以啊 这里就算她回了我们 在幽默的同时呢 也要展示出诚恳的歉意 否则女生 只会再次把她给删掉 女生回了 我只是觉得 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很多兄弟看到这句话 啊啊就头皮发麻 不过别害怕 看我是如何见招拆招的 这年头朋友太假了 我们还是升级下关系 做好兄弟吧 女生回了 哈哈可以啊 我们用一种幽默的方式 认可女生说的做朋友 女生的情绪呢 也被我们调动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用一个梗 拉进两个人的聊天氛围 我们说 是兄弟就来砍我 女生回道 哈哈你上网上傻了吧 聊天氛围呢 已经轻松起来了 那趁此机会 我们就要将之前的矛盾给解决 我们回 对呀 不然怎么会身心网上毒鸡汤呢 女生回 什么毒鸡汤 我们说 网上不是说了吗 自古深情留不住 不会有套路的人心 结果没想到啊 一不小心 就成了油腻人设 不过幸好 不喜欢的就是很突兀的情话套路 而之前呢 女生山塔也是因为大兄弟的过度举动 突围情话 所以呢 这里就要把油腻给弱化 意思就是 我们也是跟着网上学的 油腻呢 也只是我们模仿的人设 而现在大兄弟已经知道了 不应该这样 给了女生良好的改正态度 同时呢 还留了一个悬念 勾起女生的好奇心 女生回了 幸好什么 我们说 幸好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至少知道了 你不会轻易被别人的情话套路撩走 我表面是在夸赞女生有独立意识 实际上呢 就是暗示女生 你不被我撩可以 但也不能有其他男生来撩你 是不是展现出了一种暧昧的氛围 女生这里回了 那我还得感谢你了 女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的潜意识 认可我们的想法 对比别的男生来撩她 她宁愿是大兄弟 那到这儿啊 两个人的矛盾呢 已经解决了80%了 不过很多兄弟看到氛围好起来了 就会马上松懈 立马否认 说什么 哈哈不用 那很可能又是把主动权拱手 让给女生 我实际上兄弟这么回答 也不是不可以 俗话说的好 滴水之恩当泳泉相报 但以身相许 好像又便宜你了 女生听到这句话 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在和女生 一本正经的讨论 又用以身相许 来撩拨女生 给女生营造画面感 同时呢 我们说便宜你了 就好像大兄弟 吃了大亏似的 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呢 女生听了会不舒服 当然不是 她只会把眼睛 都笑成两条缝 这里呢 女生回 哼 想的美 兄弟们可以感受一下 女生这句话是矜持吗 不对 这是撒娇 还没有等这个兄弟回复 女生呢 又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经常这样 跟其他女生聊天 这一类简单的女生 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 她们不跟你玩虚的 有什么问题 直接就提出来了 那这个说明了 女生这个时候 对兄弟是有好感的 她是急切的想要知道 在兄弟眼里 她是不是特殊的 但是呢 我们既不承认你 也不否认 我们反问女生 我在你的眼里很闲吗 女生回答 哈哈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 漂亮单身的女生 有很多 女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她在测试 那这个测试回答好了 就是一个 可以升级关系的机会 如果回答的不好 女生马上就会把你打开 我们是这么说的 想验证我专一多简单 自己来尝试一下 不就好了 女生回了 你想多了 就算要尝试 也应该是男生出动了 兄弟们 看到这里应该明白了 我们并没有给女生 一个明确的答案 而是模棱两可 让女生来尝试寻找答案 女生呢 就把握不住 这个兄弟 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而这样的女生内心呢 就会一直猜测 这个时候呢 已经完全被男生吸引 当我们碍事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想法 就不再是 直接拒绝这个兄弟 反而是想呢 谁主动 这个问题 那也说明了 这个兄弟在女生的心中呢 已经很重要了 而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真诚走心了 骨灰 我大约真的没有什么才华 只是因为有幸遇见了你 于是这颗庸长的心中 才凭空生出好些浪漫 可能给不了你 全世界所有的温柔 但有一个词叫做 尽我所能 所以我想说 我喜欢你 你愿意跟我一起 共度未来吗 隔了几分钟啊 女生回了三个字 不愿意 兄弟看到这三个字 立马急了 一直跟我发消息 问我怎么办呀 我让他不要着急 什么也不用问 再等两分钟呢 果然不出所料 女生再次发来消息 我不喜欢在网上 收到表白 那么这个案例呢 到这儿就结束了 所以说 语言真的是一门艺术 真诚的语言 搭配合适的技巧 不管再钢铁 再直的女生 兄弟们也能够 如愿以偿的追导 如果你想要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 或有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希望我帮助你 如果是你亲爱的朋友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获得最新联系方式哦 拜拜